大家好,今天我们借到一个粉丝借过来的用盘 它是把USD改成三大板,自己改的没改成功 待会读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拿到这个板子,然后这是粉丝借过来的 两个板子,一个无所板,一个这个板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工具 拆上我们的USB接口 通过我们的USB接口 上我们的供电,给它一个供电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用盘给读出来 我们先把用盘读出来,读出来用盘以后呢 然后就把用盘读出来写到这个板子上 我们打开我们3000 说起来这个简单啊 但是这个盘改起来没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盘呢 有两道锁,第一个是固件锁 第二有个加密的,用盘自身的加密啊 好了,现在我们看那个灯,再闪烁啊 再读取数据 我们读到了512兆的一个肉母 我们读出来 然后保存 我们读到这一段 我们读到这一段 我们已经被读了 很快了 然后接上我们那个SUD接口 SUD板子 然后把我们的肉母写进去 然后点回,点供电 我们的用盘很快就继续了 然后也认出来4TP 然后我们进去 在这个看的没有包错 但是我们看一下扇区啊 咦,我们扇区全的乱码 那证明这个还有 还有道密码我没有解 那就是这个固件锁啊 我们固件的密码怎么解呢 这有一个解密功能 搜索它的密钥 我们点回车 看到吗 55AA前面乱码全都变成0了 那这个盘我们解锁完了 但是它要改成这个正常使用 那改不了 因为这个固件里面这个密码 我们目前来说 技术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做数据恢复的肯定没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提取这个硬帮的数据了 所以像这种 我们只能说还装一下原来的板子 还只能用USD 不能用那个SATA板子 因为SATA板呢 根本它就不支持固件解锁 好的 本视频就到这儿 拜拜 今天终究结快乐啊大家 再见